我們讓這個真正對不對 跑過大場面 陳東豪 老社會記者東豪哥來分析一下 很不尋常 因為七點半就進阿伯這邊了 在裡面其實阿伯家就問了四個小時 中午才出來這個受訪的畫面 對不對 就是這個這個受訪畫面 這個這個這個受訪畫面 對不對 中午才出來這個受訪畫面 接著就大概廉政署 廉政署只是第一關 廉政署問完後會坐車 對不對 到北檢去復訓對不對 結果到現在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 阿伯還在廉政署裡 東豪哥 也不算太晚了 怎麼不算太晚 當然不算太晚 因為其實你十一點五十三分離開家裡 你到了廉政署已經過十二點 十二點的時候 睡午覺是不是 先吃便當 先吃便當 這一定有便當 還要問一下你要什麼樣的 蒸奶 好不好 沒有沒有蒸奶 可是他都吃飯很快 五分鐘就吃完 可是每一個人 沒有阿伯 他們吃 連政署也要吃 阿伯這都要吃特慢 想說不要鬧 吃完就要上刑場 慢慢吃 那我們現在回來看 四個人 都帶四個人 兩個證人 兩個被告 所以你現在看 只要看很簡單 陳佩吉跟彭正森的太太一組 然後柯文哲跟彭正森是一組 對 你看這兩個到目前為止 男 這個 男主角 這兩個是重案組 對對對 這兩個是正人組 不是 男主角是柯文哲 男一 男一是彭正森 彭正森 那這段時間會做什麼事情 早上在家裡的那個四小時 其實一般來講 不可能這樣問會什麼事情 對 因為要做筆錄的時候 要錄音錄影 對 不可能在柯文哲家錄音錄影 可是他家這麼小 搞四小時 你不要懷疑他搞不好天花板 那個水管什麼都查也不一定啊 對 根據我們最近的經驗 新竹的那個建管處 水管 水管可以塞幾百萬 那我阿伯坐在那邊不是腳都在抖嗎 不會啦 陳佩琦臉都發白 我家被人家這樣操 然後天花板這樣弄 阿伯不會抖 阿伯只會臉色鐵青 陳佩琦會比較慌張一點 陳佩琦會慌嘛 沒有被搜過的人 你不知道 被搜索過的 那個家裡跟地震一樣 真的假的 比如說阿伯家裡或陳佩琦有很多檔案 有書對不對 那書是所有東西 一本一本翻出來 翻出來 他翻完不會擺回去嗎 隨便擺啊 不會照你的順序嘛 因為他是黨主席 可能會對他客氣一點 如果你不是黨主席 就在地上 在地上 以前 可是你現在拉回來看 現在時間 我們快十一點了嘛 對 這兩個人還在 那這兩個人 一定是隔離偵訊 一個人一間 那會問什麼 最基本的 比如說 九月幾號第三場 那個最重要那一場 對 那個賭發會那個事情 不是一直在講說 彭政生不敢決定嗎 對 不是現在有公文嗎 對 不是有揮記錄嗎 所有東西 再問彭政生一次 你講的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 彭政生 講完之後再拿彭政生的筆錄幹嘛 問阿伯 彭政生說是你決定 那阿伯如果說不是 是彭政生自己偷我的印章去蓋的呢 再回來問彭政生 阿伯說你偷他的印章 那個假章就是彭政生就可以蓋了 假章彭政生就可以蓋了 為什麼要說是我 對 然後再問 光是這樣交叉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我講的就一個題目 在這個題目的前面 會有很多細節 比如說要不要送 都委會這個事情 所以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行政決策 現在簡聯是一個一個去確認的 當然每一句話 公文裡面 為什麼前面問那麼多公務人員 為什麼 每一個公務員的每一個 每一份筆錄都有 連政署檢察官 他們要的東西 每一件事情 都要去做回答 因為我們Live 我們要進廣告 可能講得太精采 我們廣告回來 讓董好哥來繼續分析 為什麼阿伯要問這麼久 會不會一個問答沒講好 就拘押了呢 我們進廣告 來去討論 剛剛上傳節目 特別請董好哥分析到 為什麼要問那麼久 剛剛董好哥說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次在連政署 他會每一個細節都問 每一份公文 到底決策的過程是什麼 邏輯 到底是誰最後拍板都會問 所以董好哥 你說問到十二點 並不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十二點前能夠問完 我就覺得就蠻快 是嗎 你想想看 比如說今天我們根本來不及 談的應小威 應小威三場便當會 三十幾場協調會 對不對 對 協調會的時候是不是有官員在 對 有的時候官員會被罵 但有的時候忽然間大轉彎 那一路都會有 後面都有公文 所有東西每一個都會問 問彭政生 因為 你公務督導的 對 其實這東西應該 連黃錦茂那個局長 那些都要問 對 那這東西都是前面的做功課 功課做完了 現在回來問主角 對 你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轉彎 我講很快 就為什麼轉彎 柯文看到的是什麼 是每一件公文 每一件公文就會問你 對 然後跟彭政生 其實是交叉比對 同樣這些東西 也會問彭政生 好 被告可以說謊 被告可以說謊 對 所以他就會拿新的東西出來 你這句跟上面那句 對不起來 對 不會兇他啦 為什麼 對我錄影 如果你去兇柯文哲 柯文哲後面律師 不是當假的 對 人家特徵組的 雖然 雖然柯文哲律師把檢查中央搞掉 對 但是人家是檢查中央 政生員 都是他們的學長 對 好 現在比較奇怪的 這兩個男女 就是男主角跟男一 我們都可以理解 因為他們被告 你找人家太太來幹嘛 對 那太太也要問那麼久 對 陳沛琦 這個 就用猜的了 因為現在知道 偵訊內容的人 只有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 剛剛開車 去接陳沛琦 對 多少問一下檢查官問你什麼 這個是人之場情 不過這個不用扣他泄密 那陳沛琦 進去裡面 你要問檢查官什麼 所有的公文沒有陳沛琦三個字喔 開會也沒有陳沛琦喔 對 那陳沛琦就有一個 合理的懷疑 就是 從2019年一直到2022年 比如說查到11月或12月 因為 那個映小偉是到2022年的11月1號嘛 對 不是多了4千萬嗎 對 那一定柯文哲 我也會比照辦理嘛 我會查2022年的11月之後 比如說 11月12月 也許到隔年1月 所以檢調一定是掌握了 柯文哲可能有異常金流 對 這個家庭 整個家庭 這個家庭有異常金流 那這裡面問什麼 薪水很容易清楚 柯文哲市長的薪水 陳沛琦市長的薪水 醫生薪水 對 醫生的薪水 那如果 比如說 我用我自己做舉例 比如說我們 我們上電視 我們通告我們是領現金 對不對 我累積了一個禮拜之後的通告費 我就一次存進去 這也說得通 有規律性 可是你知道嗎 在電腦紀錄頁也看不出來 看到一筆現金存款 對 這個要解釋 這幾年下來的這個家庭 家庭支出帳 柯文哲一定說陳沛琦 好 我們講得友善一點 五萬十萬 合理 合理 以前都是醫生 柯文哲又是市長 但是如果不小心 四百萬會進來沒發現 你講錯了 人家是會了四百五十萬 對 四百五十萬 那四百五十萬是什麼 這個要講啊 比如說 那個選舉輔助款不是分三筆嗎 對 兩千五、兩千五、兩千三嗎 對不對 我有沒有記錯 這個最近數字太多 對 還是兩千、兩千、兩千三 我記不得 好 不管 如果有類似的東西 柯文哲就講 陳沛琦管帳啊 對 好 那彭政生的太太為什麼也需要 這個彭政生的太太我比較不好猜 難道說他們也有錢的問題嗎 不知道 好 那你現在比較看到說 陳沛琦已經出來了 那彭政生的太太太應該是比較晚到 所以還沒問完 對 所以呢你現在整個現在要去 要去研判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這個時候啊 真的要拔杯 以前的經驗啊 如果搞 因為現在十二個小時以內 呃 就從十二點到十二點 對 交保的機會還蠻大的 等一下 你說我們節目結束前 阿伯如果還沒有出連政署的話 被壓的機率就很大了 對就開始要加了 要往另一條路加 那 所以這個 這個後面是有點不好猜 對 但是 到現在為止 你就會知道說 他們問柯文哲的東西 因為不會只是兩個人比對 對 還會有很多公文要柯文哲去解釋 對 所以時間拖得越久 對柯文哲越不利 是 什麼樣的時間最好 不過這個是現在可以載進去講 六點以前如果就送地檢數的話 那一定交保 哦 甚至搞不好像彭真生上一次五保 對 為什麼 禮拜五我要放假啦 對 我今天不打算押人的 就讓你早點回去啊 但是今天就加班了嘛 加班了 所以現在開始的判斷 就會考驗很大 考驗很大 好 好